我個人覺得可能這個概念他會接著去提 但是要注意他對這個概念有新的解讀 就是我剛才提到的比如說開放是對誰開放的問題 還有從以前是以開放為主帶動國內的改革 變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 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 實際上更多的注重國內市場 那麼最近有一篇文章引起很多人的注意 就是這個社科院他有一篇文章 來美化所謂的清朝明清兩朝的閉關鎖國的政策 他說這不是閉關鎖國而是自主限關 為什麼呢是因為你們這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 要對中國要做一些不利的事情 所以我們為了保護自己 我們把自己關起來 所以實際上這個文章就很有意思 他實際上就是揭示了一些將來習可能有的一些動向 就是說將來可能他把開放的口子 他越關越小雖然還是提 但是實際上是越關越小 他就可以這麼說 就是說不是說我自己要關閉開放的大美 而是說是因為美國對我進行打壓 歐盟對我進行打壓 為什麼打壓你比如說香港問題啊新疆問題啊 他們這個來干涉我們的內政 所以呢 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這個要對他們表示抗議 所以我們把這個大門對他們關上 才要用這種方法來對自己的這個做法呢 進行這個辯護 所以我覺得呢 將來可能更 這個可能看到的一種狀態呢 就是說呢 這個習還會去提改革開放 但是這個改革開放的實質含義呢 跟我們這個在40年所習慣的這個含義呢 會很不一樣 甚至完全不一樣 這個變成一個 這個為這個自己種種限制 做限制的一個新名詞